三個工人很大方是怎樣解釋的 但現在解釋到的情況是怎樣 是否接合疏忽和那些廚藏他們的根據 首先我們就昨天在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進行一些地下喉管進行的維修工作的時候 發生的事故導致三個工人受傷 和有一個工人申告 我們心表難過的 而且我們就著家屬 我們表示慰問和商者 我們會提供適切的協助 盡我們能力提供一些相關的援助給他們 我們對於這次的事件是十分重視的 即時就著這個承建商 在我們污水處理廠裏面進行的項目 已經全部停止 我們會配合勞工處和警方 進行一個深度的調查 盡快查找原因 為什麽事會發生這個事故 我們都委派了我們副署長 進行一個獨立的研究 向我匯報究竟發生什麽事 和回報這個調查的進度 我們就著這次的事故 我們已經有相關的同事 在現場進行一些搜證和一些檢討 我們希望盡快找到原因 我們就著家屬 我們都會一路提供一些協助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康復 如果康復了之後 我們能夠拿多些資料 工人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麽事 就會將這件事更加可以完整的了解 謝謝大家 請問調查的方法是否涉及兩個 現在有否上級的人 需要調查或是認識 因為現在我們將所有的工序 涉及這個承建商都停了 我們都希望盡快和勞公署 警方那邊一起去查找這個原因 究竟發生什麽事 但現在亦都有一些傷者 仍然是在醫院裏面 所以我們在整個事件裏面 都需要一些時間去了解 我們希望能夠全速 盡快找到原因 希望將事件的真相找出來 以及工人能夠早日康復 我們都現在就著成因 都要詳細些去研究 因為兆市的人士 現在仍然在醫院裏面 究竟當時他們目擊的情況是怎樣 我們都要將那件事件 盡量找回多些資料 我們才可以提供更詳細的資料 現在最重要是 我們已經圍封了這個水井的範圍 不會被人進入去了 直至我們調查完成之後 我們才會再做相關的工序 所以現在相關的同事 是不會進入這個地方 進行任何工作的 其中一方是否是檢討 即是進行有關工序的原因 或者安全的要求 首先我們必須要知道 當時發生這個意外的成因 才可以對證下約 找到究竟我們怎樣 可以再防止這件事發生 其實我們非常非常重視這次的事故 所以我們希望盡快找到原因 所以它務處也都成立了一個獨立小組 全力去配合警方和勞工處 去調查整件事的事情的始末 希望不要再有同類事情的發生 這個好事 這個我們會由我們局務處的副處長 去督導這個小組 相關人士當然就是我們 我們的污水廠裏面工作的人 亦都有我們一些安全主任等等 都會行裏面做調查 亦都會配合警方和勞工處去深入研究 和提供資料 找回當日邵氏的時候 究竟是甚麼事情令到有工人受傷 甚至是發生死亡事故 一個影響影響 並不理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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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先講解